一名女子的公公从地里干活回来后,满头大汗的女人,让她进屋里面开空调凉快一会儿,但是公公就是不愿意进去,说自己吃几块西瓜就可以了,一会儿就不热了,于是便从冰箱里边拿出了西瓜,坐在客厅里面吃了起来。 女子看到这也不好意思,再去说什么,只好把门打开,让空调的凉气往外吹,这样大伙也能凉快一些。 女子表示她和丈夫结婚已经十年多了,公公一直把她当亲闺女是一样的,无论家里面有没有人,从不进她的屋。 这件事情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,网友们是纷纷表示,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 那有的人说,这样的老人是真的值得我们去尊敬和孝顺的,就像这名女子的公公一样,她有分寸和边界感意识, 这样的老人真的很好,比那些不管别人是否允许进屋,还非得要进去,或者是进屋也不敲门的老人,那要强多了。 也有人说呢,应该给公公也装一个空调,这么好的公公,应该好好的去对待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